第2122集 你骗我 你一定是来自神界 你一定是 武田峰的表情突然变得狂热起来 他喝道 告诉我 如何去那个世界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你爷是不是疯了 叶好轩有些无语地看了木月椅 我们还是办正事比较好 你告诉我 成神成圣的秘密 你自己说了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一定有秘诀的 你告诉我呀 武田峰疯狂地叫道 让我告诉你可以 等你带我找到那条小龙之后 我就告诉你 叶好轩无语 他真的不想再跟这个老东西纠缠了 他就是一个疯子 他只想成神 以言为定 穆天峰的眼神狂热了起来 他突然觉得没那么沮丧 本来 穆家的祖地就像是他的祖坟一样 带叶好轩进来 他的感觉就是带人扒了自己的祖坟 但是 叶好轩这么回答 他觉得似乎事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他觉得 只要叶好轩能给他指点一二 就算是真的毁了他的祖坟 那又能怎么样呢 爷爷 你觉得叶好轩可信吗 穆月还是比较清醒的 他还没有糊涂到 穆天峰那个境界 这话怎么说 他也不过是一个修行者罢了 虽然他是厉害 但我觉得 他还不至于厉害到那种地步 说真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没有把他放到眼里 但是这一小子 确实有不一般的地方 别的不说 单只单道意图 多少年来就没有人练出灵丹 可是他可以 这足以证明他的不凡 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 他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 我有理由相信 他所谓的另外一个世界 那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神界 穆天峰狂热地说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缘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穆天峰说完 不再理会穆月 他紧跟着叶好轩离开 台阶一路向下 足足走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达到了洞府的地步了 这个地方的空间十分地庞大 而且墙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晶体 晶体发出五光十色的光滑 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十分神圣 洞口的最底部 只有一具骸骨 这就是穆家的祖先遗骨 你说的那条真龙在哪里 在那个方向 你要把它怎么样 穆天峰向着一个方向一指 叶好轩不语 他顺着穆天峰指的方向走了过来 只见这是洞府的边缘 脚下是万丈深渊 而向上看则是一片星空 这个地方看到的是宇宙星辰 破军的声音在叶好轩的意识里响起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地方绝对不一般 你要找的那条龙 应该是龙林的某位长者 远古战场战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他应该是受伤之后在这里长眠 我为什么看不到他 向前走几步就能看到了 破军说完便不再说话了 刚才和雪原战斗的时候 叶好轩抽光了他和七杀体内的所有行李 现在他们正在回血呢 叶好轩向前走了几步 奇怪的是他脚下虽然看起来像是万丈的深渊 但是踏出去 却有一股无形的能量 拖着叶好轩的双足 让他不至于掉下去 在叶好轩踏出去的那一瞬间 周边的景象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阵光怪陆离的光滑闪过之后 叶好轩突然出现在一个空间中 这个空间不大 但是有阳光 有水 有花草树木 而且这个地方灵气四溢 在这个空间的正中央处 有一条巨龙上在沉水之中 这条小龙我似乎是见过 七杀的声音在叶好轩的意识里响起了 只是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成年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用神力开辟出来的世界 灵气很足 他睡在这里是疗伤 那你告诉我 这是一条小龙 叶好轩精益地看着这条巨龙 庞大的龙区 占据了近百米的空间 卡车一弯大小的脑袋 身上尖如钢铁的鳞片 让人望而生畏 这个对你来说不算小 七杀苦笑了一声 你看着办吧 这家伙现在受了伤 你叫醒他之后干掉他 会有意外的收获的 为什么我不趁他睡觉的时候干掉他呢 叶好轩对于七杀的这个说法 感觉到无语 因为你要屠龙 那就要认认真真地跟他干一架 要是趁他睡着的时候杀了他 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吧 叶好轩苦笑不得 这算是什么设定 他想做一次小人偷袭不行吗 看着这条巨龙 叶好轩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 他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他的杀意 在这一瞬间迸发了出来 正在沉睡中的巨龙 突然睁开了双眼 随即一声龙吟 庞大的身躯盘旋而起 他立在半空中 睁着两只灯笼般大小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叶好轩 凡人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在我的空间里 灰红的声音响起 震得叶好轩耳末声道 我说我是路过 你相信吗 叶好轩无奈地说 路过 这是我开辟的未面 除了我之外 是不可能有其他人走进来的 你是谁 巨龙喝道 无奈龙咖 龙咖 是你的名字吗 是的 你到底是谁 回答我的话 否则 杀无赦 巨龙的身躯 在半空中一个盘旋 他龙脚后的鳞片瞬间竖了起来 他已经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如果叶好轩的回答不合他意 他就会把叶好轩给撕成碎片 我是叶好轩 从地球来的 叶好轩无奈地回答 地球 令人生畏的目光盯着叶好轩 让叶好轩感觉到极其的不舒服 龙就是龙 但是他一个目光就能让人抵受不了 盯着叶好轩来来回回地看了半天 龙咖沉默了 你是来自那个世界的人 那个世界不用多问 他就是叶好轩所在的那个位面了 没错 我就是那个世界的人 而且我还认识一个组织 叫龙林 龙翔你认识 叶好轩感觉这条龙的杀意 明显降了下来 可能是他和叶好轩来自一个世界的缘故吧 认识 叶好轩一点头 这家伙果然和龙林有关系 龙林的人是我的子孙 龙咖从半空中落下来 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哦 是吗 叶好轩很好地掩饰住了自己内心的杀意 远古的变故 让我受了重伤 而且流落在外 所以我不得已 开辟了这个空间 一边疗伤 一边想办法回去 因为未免的差异 我和龙林 每隔十年才能联系一次 算起来 上一次联系他们 已经是八年前了 你想回去吗 想回去 龙咖脸上露出了一丝渴望 那个世界才是我的故乡 只有在那里 我的伤才能快速地痊愈 可是我突破不了未免的法则 更是没有办法承受住未免风暴的袭击 所以我回不去 那真遗憾的 你流落在外市 有很多年了吧 很多年了 多得我都记不清楚时间了 龙咖叹了一口气 我在这里 生活得很痛苦 我身上的伤 是那个世界上的人 带来的赤言 每过一天就会发作一次 每一次 我就好像是被人 丢入演讲中考一般 如果我能回去 借助上一阵 就能快速地恢复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龙咖似乎是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 这一次遇到 还是自己的故乡人 他的话明显就非常多 他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叶好轩是怎么来到这个未免来的 我来到这里 是拜你的龙子龙孙所赐 叶好轩笑了 他的笑意中充斥着杀意 如果不是龙林的人 我怎么可能背井离乡 来到这个世界 算起来我们还是仇人呢 你是来杀我的 龙咖突然想起来 他刚刚是被叶好轩的杀意唤醒了 这家伙来者不善 他是来杀掉自己的 直到叶好轩说到这个 他才猛然醒悟过来 他一声龙吟 腰身一变 又变成了战斗状态 没错 我是来杀你的 睡了成千上万年 你的脑袋都睡糊涂了吗 现在才反应过来 凡人 你恨不一般 但恕我直言 如果你想杀我 恐怕还没有这个实力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杀死你 就像是掐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哼 又是一个使众生如蝼蚁的 铁憨憨 蚂蚁 天道面前 你又何尝不是蚂蚁呢 你来这里 是为了什么 龙咖喷着龙吸 当然是为了宰你啊 屠龙 多少神话传说里的英雄故事 我今天就要屠一次龙 做一次英雄 哼 不自量力 龙咖冷笑了一声 他一声龙吟 庞大的龙蛆盘旋而上 然后从半空中俯冲下来 龙口一张 一口冰冷的龙吸 就喷向了叶好熊 龙咖的属性是寒净的 所以他被赤炎伤了之后 就只能躲在这冰冷的血缘之中疗伤 但是他的龙吸是温度极低的 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 原本是很温暖的 但是随着他的这一口龙吸喷下来 温度急剧地下降 叶好轩手中太长倒托 他抱贺一声 迎着那口龙吸逆行而上 一剑向龙咖斩了过去 翁 湛蓝色的剑光击中龙吸 同时剑势不解 直接斩在了龙咖的脑袋上 叮 一声巨响 叶好轩的这一剑 就像是斩在了坚硬的金属上一般 丝毫没有伤到龙咖 凡人 你很强 在凡人当中你算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你想吐龙 还真的是嫩了点 而且你的血肉味道应该不错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生食了 可惜啊 你在我的口中就是三牙缝一般的存在 我想有些事情 你应该搞错了吧 人才是万物的主宰 食物链的顶端 天上飞在地上跑在海里游的 什么东西是我们人不能吃的 就算是你 平时也是需要化为人形 你想吃我 恐怕你的牙没有那么硬了 那就试试 龙咖嘶吼了一声 巨大的龙躯向下俯冲 张开大口 猛地向叶好轩冲去 叶好轩手中的太长 蓝芒大声 他抱和了一声 一剑迎着龙口冲了过去 湛蓝色的光滑冲天而起 叮的一声响 叶好轩一剑站在龙咖的一颗牙齿上 龙咖吼叫一声 叶好轩的这一剑 让他感觉到疼了 他庞大的龙尾一扫 将叶好轩整个人都给扫飞出去 手中的太长紧紧地刺入地下 在地上离出来一道长长的沟去 叶好轩的神情 这才缓缓地停住 蚂蚁一般的东西 也敢挑战龙威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叶好轩的这一剑 彻底地激怒了龙咖 他觉得自己的尊严 受到了挑战 凡人的剑 居然让他感觉到了疼 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龙咖疯狂地吼叫着 他的身体盘旋而上 在半空中急速地旋转着 平地一阵飓风吹起 飓风演变为龙卷风 向叶好轩卷来 看到他的逆鳞没有 在他的腹下 那块逆向生长的鳞 看到了 龙的逆鳞是不能动的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这是他的命门所在 叶好轩右手抓起太长 支起身子 他冷笑道 今天我还真就要把你的逆鳞 给抠下来 这家伙受过伤 虽然看起来很猛 但是他的形态持续不了太长实验 你自己把握好 跟他拖着 行 我知道了 叶好轩点点头 迎着龙卷风而去 带来 带来 现在